台湾的生育率是越来越低 而苏花改观音隧道的贯通时 传说有包孙子的好运 也造成了排队风潮 所以苏花改工程处 今天特别在苏花公路的工程展示馆 发送了1200颗 就吸引全台来求子的民众排队来领取 期望可以好运到 一大早来自全台求子若渴的民众 就在苏花改工程处展示馆前大排长龙 甚至三天前就远从高雄前来 为的是就是这一颗传说当中 能够包生子的苏花改观音隧道 北上线全线贯通的贯通时 期望能够带来好运 怀孕成功 祝你好运 谢谢 因为想要改点身 早点身 老婆我爱你 还不到一个月 如果是松胞胎是最好 一男一女一次解决 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从土城 孙子 孙子 老婆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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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代表是台湾之心 我想把它专给我的孩子 我的孙子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感觉 因为一个工程能让大家去参与 一个东西能让孩子当中有所了解 这是先人们 这是我们自己努力建设出台湾的感觉 我一算这个石头对我来讲 意义很重 这台湾之心 真正台湾之心 中央山脉 苏花改贯通时的发放造成热潮 这一次贯通时代表着苏花改长达7.9公里的最长隧道 观音隧道北上线全线贯通 也代表着苏花改施工团队 再次发挥坚韧的精神 成功克服长达270公尺宽的张树山 断成永水破碎带 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以及纪念价值 因此再次办理发放活动 总共发出了1200颗的贯通时 这是我们苏花改的观音隧道的第四次的发放贯通时活动 那因为前面三次 大家反应都不错 陆续都有民众打电话来有这个需求 那也刚好我们在那个11月14号的时候 是我们这个苏花改八个隧道里面最长的7.9公里的观音隧道 北上线全线贯通 我们就配合来再发放这个贯通时 那这一次的发放我们也有前三次的经验 民众越来好像越热络 所以这次就比前三次还要多一点 我们规划目前发放1200份 至于明年观音隧道南下线贯通 是否会再发放贯通时 苏花改工程处表示还要再看看 这一次应该也是观音隧道最后一次发放 虽然我们还有一个南下线 可能那个工作面明年会再贯通 但是以目前看起来民众的需求也差不多了 我们明年再看看吧 亿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